有这样的案例 台北市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妇人 五天前她到台北敦化南路上的一家诊所 花了十五万块做拉皮手术 不过因为怕老公知道 她竟然自己带着食物 就在诊所赖着说要借住一周等拆线 虽然诊所已经报警处理 不过这名妇人她坚持不回家 让诊所很头痛 报警我们要送她回家 可是她就说她不能回家 诊所人员忙着安抚老妇人 希望她能够赶紧回到自己的家 但是老妇人还是坚持不肯离开 而随即赶到的警察劝说许久 才终于劝走老妇人 台北市一名六十四岁的妇人 二十一号她到敦化南路上 一家诊型诊所做拉皮手术 手术后她曾经向院方表示 害怕家人知道 要求借住诊所等候拆线 诊所免费提供住宿一晚 妇人二十二号离开诊所之后 就去借住在朋友家中 没想到二十四号晚间 老妇人又提着行李跟自备十天份的食物 到诊所里面要求借住一周 她有一个包包 那里面有十几罐的饮料 还有一些面包等等 那就是希望 她是跟她先生说是她在出国旅游 或者是她找朋友家里 所以可能一个礼拜的时间不能回去 诊所表示 妇人辛苦存下十五万的手术费 但是又怕家人得知 才谎称说要出国旅游 但是因为所留下来的资料 都是假资料 他们才报警处理 后来情绪比较稳定的 比较贫富的 后来警察先生来的时候 在门口跟她谈了十分钟 那后来就请她先把她带走了 在警方的协助之下 老夫人在派出所度过了一夜 就自行离开 但是也为老夫人必须等到本周六 才能够猜献 诊所也希望老夫人能够赶紧回家 不要再让家人担心